在清点新鲜虫草 突然有个和尚 好像是外地的 就是祈求要点虫草 然后我爸给了三根虫草 Hello 大家好 今天刚下山就已经在准备饭菜了 今天的话 嫂子娘家人 就是他有个叔叔是和尚 然后他从这边应该有个 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吧 专门看望我嫂子 然后爸爸妈妈在上面陪叔叔 哥哥和嫂子还没到家 然后妈妈好像刮了90多 这几天爸爸嗓子不舒服 然后一直在树叶没能上上蛙虫草 我就开始做饭了 做个粉条吃 因为没有剪到 然后就这样切切切完了 妈妈说肉烧了 然后我又去上面的冰箱拿了点 还要把它倒上 我觉得肉已经够多了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因为是客人嘛 肉要稍微多一点 还显得我们的诚意 我觉得肉好多呀 但粉条里面肉多的很好吃吧 应该 酒吧 酒吧 因为我们这几天的话 是一直在山上挖虫草 没时间挤牛奶呀 然后酸奶呀之类的 酸奶呀什么的都你就是做不了吗 所以他们的话 今天给我们带了牛奶酸奶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酸奶牛奶一瓶 两瓶三瓶四瓶 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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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他们家种的白菜 家里种的 味道跟买的不一样 所以就带了一箱谢谢 好了我先把饭做了真的 再这样的话我要被爱马了 真方表以前我们是没有记不懂 天天要烧牛份 牛份要烧的那么快 现在好了就这样子 我跟你们说啊 牧区这边真的吃得很 自从我到这边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肠胃都好了很多 根本就不会吃很辣的东西 除非有时候吃点火锅 但是也不会放很多来的 有时候像城里的那些好吃的 它就是经常吃的话会吃腻 但是这种比较清淡一点 然后一直是吃不腻的那种 偶尔还会怀腻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 一到牧区 真的饭量都会大很多 因为每天都是啪啪啪 我都瘦了好多 今天晚上这个牛肉炖粉条做得很不错 睡觉前喝个酸奶 我们一般喝酸奶都是用舌头甜的 这样更有那种味道 啊 终于卸下了 晚安 今天的收获满满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 持续关注 还有Inse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 小银行为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